最近谈完偶像剧此时此刻红透半边天 其中贾近文和曾庆华 劲爆姐弟恋引发热议 两人虽然相差23岁 但在剧中感情甜蜜 契合度超乎想象 尤其是那些亲密戏 简直让人血脉喷张 贾近文的性感抽烟造型火出圈了 成功塑造成熟痴性的大姐形象 之前就有号称帅哥收割机林心如 不管年龄限制 自己做制片也要和年纪轻轻的帅哥们演戏 之后和胡建华结婚生子后 到时换了一种风格 演起了悬疑和惊悚类型的剧本 而这边刚好有贾文静接力了 但贾文静清楚于蓝而生于蓝 在老公的注视下都敢和曾庆华上演过分亲密的戏份 他老公的接受能力可太强了 这次和贾近文搭档的演员 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 它是因为刻在你心里的名字这部剧活起来的 这部剧和剧中的同名歌曲一时间活爆全网 是同类型题材里又一部经典制作 观众们不仅对剧情赞不绝口 还对两人之间的姐弟恋关系引发广泛讨论 那加你一言我一语纷纷猜测 他们之间是否也存在这层关系 无论剧里之外 贾近文的魅力确实让人无法挪开目光 这种姐弟恋元素在偶像剧中还比较少见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对金童玉女的姐弟恋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爱的魔法 1.台湾偶像剧整体进步 制作水准提高 近年来台湾偶像剧无论从选材剧本到制作水准 都有了显著提高 以前多以校园青春剧为主 现在题材更加广泛 制作组也在尝试新颖的视觉语言 像此时此刻这种情节紧凑 故事新颖的单元剧 就让人眼前一亮 它不再是以往固定的男女主角模式 而是以单元剧形式呈现多条故事线 这种丰富的结构安排 和分洒的人物关系 无疑为观众呈现了多元的视角 再加上主创团队在布景 道具 服装等方面的精进设计 整部剧的制作水准可谓大幅提升 让人看到台湾偶像剧蜕变的可能性 2.姐弟恋新元素 引领潮流 贾静文 曾静华演技获赞 此时此刻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非贾静文和曾静华 惊爆姐弟恋莫属 两人虽然相差23岁 但从剧中情感线 完全看不出来这层代沟 贾静文成功饰演了一个 性感俏皮事业有成的直行大姐形象 和小鲜肉曾静华在一起意外和谐 尤其是两人的亲密戏 数次引发网友热议 贾静文敢于大胆表演 曾静华也毫不逊色 观众非分感叹 两人的默契十足 完全看不出年龄差异 可以说他们的出色演技和默契合作 将姐弟恋这个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 成功带动这股新潮流 三 贾静文多变魅力获赞 成熟知性大姐无敌 贾静文在此时此刻中大放异彩 她化身为一个勇敢追求爱情和事业的独立女性 三发的魅力令人折服 尤其是她在镜头前轻松自信地抽烟 三发的性感与洒脱气势让观众为之疯狂 与剧中的小鲜肉形成强烈对比 更凸显了她成熟稳重的一面 观众纷纷赞叹 这种敢于爱敢于恨的女强人形象 仅是太有魅力了 贾静文成功打造出一个 类体的聪明能干 而又不失女人味的完美形象 加上她的实力演技 怎一个无敌自了得 四观众关注热情高涨 对艺人私生活充满好奇 此与此刻不仅让观众对剧情赞不绝口 也成功撩动了他们的八卦心 许多观众把贾静文和曾静华 在剧中饰演的姐弟恋 移情到现实中 微分猜测他们两个是否也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这样的关系 主演修杰凯更是被戏称为绿茶王子 成为观众调侃的对象 这反映出 观众对艺人私生活的热情和好奇心 有增无减 此与此刻通过敏感的姐弟恋人素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也撩动了他们对心追心的热情 五呼声不断 和贾静文成为台剧灵魂人物 此与此刻的走红 也让贾静文再次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观众分分表示 期待他能够继续在影视界发光发热 成为代表台湾偶将剧的灵魂人物 贾静文多变的魅力 出色的演技 预感与挑战各种角色的精神 是当前台湾偶像剧进步的有力争名 我们也衷心期盼 能在更多优秀作品中看到贾静文的身影 用他的演技感染和震撼着我们 此时此刻的火爆 确实带给我们太多惊喜和讨论 台湾偶像剧在多方面的进步可圈可点 成功将姐弟恋这一敏感元素化为卖点 贾静文与曾静华的完美合作 将这种新奇的组合演绎的入目三分 观众的热情参与也预示着 一人私生活仍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此时此刻以成熟真实的表现手法 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性弱点和社会议题 剧中贾静文饰演的林雨轩 是一位成熟稳重的职场女将人 而曾静华饰演的黄浩然 则是一位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大学生 两人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 开始了他们跨越年龄的爱情故事 这部剧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并没有因为年龄差距 而将这对感情定义为禁忌之令 先不算他在观众看到了爱情 在不同年龄层次上的诠释 以及双方在性格价值观等方面的互补与成长 在林雨轩与黄浩然的感情中 我们看到了相互理解包容和支持的力量 这种力量让他们勇敢地面对了 生活中的种种困境 除了爱情节之外 此时此刻还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诸多议题 例如 剧中职场上的尔虞我诈 家庭关系的纷繁复杂 以及人际关系的重重压力等 都是当下社会现实的缩影 这使得此时此刻不仅是一部充满温情的爱情剧 更是一部野人深思的社会题材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 夏金文和曾静华在剧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他们凭借精湛的演技 成功地塑造了角色的个性魅力 让观众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梦名 特别是在感情戏份的处理上 让人展现出了高度的默契 将这段跨越年龄的爱情 诚实得泥泥精致 随着此刻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优秀台剧 还以真实深入的手法 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人性弱点和社会议题 同时也展现了爱情的力量 在当前的电视剧市场中 这样的作品实属难得 相信随着该剧的热播 会引发更多观众对爱情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贾静雯用赵敏这一角色 则观众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 虽然高媛媛的周芷若更惹人心疼 但赵敏的傲娇和古灵清怪 也为她增色不少 贾静雯的颜值真的非常扛大了 一粒细辫子从额前遮过的造型 也能驾驭得了 她就是天生霸气的郁姐长相 所以出演赵敏这种目中无人的大小姐 再合适不过了 她和赵无忌又爱又恨的感情 也是看得观众心痒痒 她在《至尊虎言》中扮演了五媚娘 虽然不如樱桃的五媚娘那般充满少女感 也没有范延的那般惊艳容颜 但是却演出了五媚娘刚柔并济的一面 她的五媚娘没有翻版 演技和容颜都不是和北可以轻易复刻的 贾静雯也在现代剧中扮演了母亲的角色 五媚与恶的距离中 她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不顾一切的母亲 五媚与恶的距离 不仅是贾静雯的转型 也是抬去突破古早偶像剧风格的一次大改变 而这次贾静雯饰演的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但是偶尔也会有柔软的一面 当面对温柔男主的公斥 她也败下阵来 他俩大戏这一段是整个故事的 所有章节中最令人期待 也最怠感的一段 这种贾静雯一头短发 随手拿起地锅的烟 清冷又撒起 但是在对面的弟弟的爱意 她的克制与纠结 但又无法隐藏的喜欢 透过一双注视的眼镜全都暴露了 这样一位延迟与演技艰巨的演员 能够引导曾敬华 是她的心意 二人在剧中信张力拉曼 但又撩拨得恰到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 贾静雯先人老公也在片场 作为演员也作为制片人 亲自盯着他们完成这部剧 而且秀杰凯也要和别人演情侣 夫妻里为艺术性的精神 还有对伴侣的理解都令人敬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